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找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再加上UST的招牌 我觉得你是所有互联网公司都会能拿到面试机会 再加上我们校友的关系很庞大 我觉得找工作不是很难 据我所知 我周围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拿到了互联网公司的顶级offer 第三点就是环境好 特大的校区是在海边 它有海景图书馆 海景监视房 生态也非常棒 你甚至可以在学校里到处看到野猪 没有到处啊 第二点就是MCA生活是怎样 整体来说MCA生活还是非常紧张的 一方面就是大部分人选课会选择在两个课程 然后每学期是五枚课 但是每门课都是转眼课 课程难度相对比较大 作业也很多 而且基本每门课都会有小组的program 所以到了考试之后大家都是非常煎熬的 另一方面呢 由于党校11月毕业这得天独厚的点呢 就比较特殊 所以你可以提前参加面试 提前参加比试 就是很多人一进校都开始刷厘头的 背面经会被iPhone很充实 然后周围的人会导致你压力相对比较大 不过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啊 我们平时还是会有时间去健身 去打球去爬山去烧平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 我现在哪些课程在工作中是有用的 因为我觉得BET还是比较符合我现在的转工作的 我现在是做算法工作师嘛 那BET里有几门核心的课程 像Machine Learning 还有选求课 NLP 我觉得对于我现在来说是最直接联系的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比如像5012 Dismining 还有数据可视化等一些其他的课程 我觉得如果你之后想从事互联网工作 无论是数据方面还是现场公司方面 BET都是非常合适的 以上就是我的所有答案 欢迎各位学历学妹选择BET 如果有什么的课程 0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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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co